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上帝祝福你 在今天一整天当中 真实的 好像我们这一系列所分享 常在主爱中 今天一整天 你都能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们说在扫罗这个人身上 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 虽然从人来看 有一些人怎么看这个人 扫罗有很好的条件 他的家世 他的背景 他的外在条件都很棒 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 神说他不向人看这些外在的条件 神看的是他的内心 扫罗这个人被拣选 他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条件 是神说这个人 就是他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在他的内在生命的光景里面 有些什么样重要的条件 扫罗一出场很有意思 是他的家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有一些东西丢了 有一些驴子不见了 他的爸爸说 在那个时代里面 我想对他们而言 这些都是他们重要的财产 而这些驴子不见了 就说你去找 去找这样的东西 扫罗的父亲 其实丢了几头驴 有几头驴子不见了 他就吩咐他的儿子扫罗说 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 爸爸交代了一个任务给孩子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你大概也常常会交代 一些任务给孩子吧 你去帮忙把他玩洗一洗 你把他递扫一下 你帮忙 他们爸爸妈出去 有事情出去一下 你要帮忙注意听接电话 我想我们常常都会有 这样的一些状况 那孩子会怎么回应呢 扫罗会怎么样 可能 有一些孩子可能就说 哦 好 然后呢 然后就根本没有去做 有一些孩子说 我不要 我根本不要 为什么不叫哥 为什么不叫妹妹 扫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很喜欢圣经里面 接下去所说的 扫罗就 扫罗就 那个扫罗就的意思是说 他爸爸说了 他就顺服 他就去 顺服就蒙服 在圣经里面 其实让我们看见 每一个被神用的人 在他们生命当中 常常都有一个 共同的记号 那就是顺服 上帝用一个什么样的人 上帝说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 胜于公养的之友 说 哇 我很愿意献祭 我把很多 我觉得很好东西给神 神说 你觉得很好的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你听不听我的命令 神说 顺服比你觉得 很好的那些东西更重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会不会也会觉得说 我其实很愿意啊 我很愿意服侍神 我很愿意唱诗班 我很愿意去参加诗班 我很愿意参加敬拜团 我很愿意教主日学 我很愿意做这个做那个 我很愿意服侍上帝 可是上帝说 可是这就不是我要的耶 那你愿不愿意为我去 去扫厕所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之友 这是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顺从是我们生命当中 每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生命里面共同的记号 扫罗身上就有这样一个记号 他让他的父亲说 你去 他就去 第一 他说好 我去 第二 他真的就去 有的人说 我不要去 根本从嘴上就已经拒绝了 有的人呢 是嘴巴很说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结果呢 没去 而扫罗是 他说去 然后真的去 这是神拣选扫罗的 第一个我们家身上 可以看到的榜样 你知道吗 我还是要说 扫罗很帅 扫罗很倦状 很俊美 个头很高 在以色列当中 没有一个人选得上他 那些都是他外在很棒的一些条件 但是神说 那些条件不是我看的 我看的是他生命里面的光景 今天和你分享 第一个扫罗生命当中的光景 顺服 顺服就蒙服 顺服 是每一个想要被上帝所使用的人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共同的记号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